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价值 过度的溺爱导致孩子不够独立不说 也会因此变得越来越自私 这些话也都不是没有根据 真诚地给部分中老年朋友提个醒 钱在自己口袋花起来才方便 不幸往下看看孙婆婆的事情 看的过程中有什么感想或者看法 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 这行非常需要您的鼓励和支持 邻居孙婆70岁了还在给儿子儿媳当牛做马 所有家务她一个人承担 包括洗衣做饭 可换来的是什么 是生病了也没人带去医院 就像儿媳常说的 反正你这都老毛病了 没有办法治出根 去医院也无非给你掉点止痛水 所以你就忍忍 省得往医院里花冤枉钱 于是孙婆每次救急复发时 都是硬咬着牙死撑 一整夜一整夜的熬 虽说儿子家庭条件一般 可给孙婆打点滴的钱还是能拿得出 只不过想要省下来这笔钱 花在家庭的别的地方 如果孙婆自己手里有钱 她完全可以自己去医院的 孙婆为什么会没钱 按理说 她这一生和老伴吃了太多苦 也赚了不少钱 可就是因为她和老伴从来没有藏私 把自己赚来的钱都如数给了儿子儿媳 后来又因为老伴走得早 把她一个人丢在了人世间 早几年的时候 医生说了孙婆的救急是可以根除的 只不过动一次手术需要昂贵的费用 救急缠身 孙婆早就忍受过了这种痛苦 所以医生的话就让她看到了希望 可自己手里又没钱 所以动不动手术的决定权并不在自己手里 结果呢 儿子儿媳真就因为心疼钱 断了孙婆的希望 眼看孙婆年龄越来越大 再也无法进行手术 就只能时常忍受着救急复发时的痛苦 如果孙婆在儿子成家立业后不那么无私 留些钱来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 当初是不是就能够自己决定了 你都不考虑自己 就不会有人考虑你 很多时候你以子女为中心 可子女有了家庭之后 往往只会以自己的家庭为中心 当发生什么事情时 先考虑的就是自己家庭 也许真相让你失望了 也许你很难过 可有些时候这就是事实 二 大吵一架 自己的钱自己拿着 别忘了儿子女儿结婚后 都不可能一个人当家做主 他还有妻子 他还有丈夫 张姨到了五十岁才醒悟过来 于是从儿媳那里要回了自己的工资卡 也让丈夫停止再给儿媳钱 然后婆媳大吵了一架 当初张姨是出于对儿子的疼爱 自己省吃俭用 把最好的都留给了儿子 包括自己的工资卡 有着儿子儿媳随便娶随便花 他自己却每天吃糠宴菜 一旦用钱了 还要开口问儿媳要 而丈夫呢 也是每个月把自己的工资交给儿子 希望他们过得好 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 本来那就是父母给你的 那么也就能随时收回来 可是儿媳因为习惯了公婆的好 不再因此感动 反而觉得一切是理所当然 公婆挣钱就应该给自己 所以才会大吵一架 儿媳在潜意识中认为 那是自己的钱 而不是公婆的钱呢 甚至恼羞成怒放出话来 以后别指望我们给你养老 这也更加让张姨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如果日子过得好好的 张姨肯定不会要回自己的工资卡 问题就在于 儿媳对自己越来越苛刻 自己赚的钱都不让自己花 当张姨想买什么东西 问儿媳要钱时 儿媳总回 你都那么大岁数了 买那干嘛 纯属浪费 而在给张姨钱的时候 每一次都要质问 前几天不是给过你200块了吗 怎么那么快就花完了 你就不能省着电话吗 是不是很可笑 可事实就是这样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钱在别人手里 就等于要看别人脸色 至于给不给你 给你多少 要看人家的意见和想法 而你的意见和想法 就不再重要了 等于说 你失去的是自己的人格 那么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呢 快在评论区留言吧 我会挑出精品留言 致您鼓励哦 鸡蛋要放在两个篮子里 老家有一个老阿姨 做生意的 家里条件在我们那儿 还是相当可以的 他有两个儿子 老大高中毕业 就跟着阿姨做了生意 老二读了大学 去年老二毕业回家 还带着女朋友 阿姨就想着 等老二结了婚 让老二也跟着做生意 自己就不干了 安心给两家带孩子 为这事老大家的心理不平衡 觉得老二不劳而获 自己家老大没念大学 跟着老娘把生意做起来了 这老二家媳妇一进门 就分走一块 为此没少和老太太闹别扭 光在门市上和老太太吵架 就吵了几次 这儿媳妇觉得 还没分家 生意都是老太太的 她想给谁就给谁 老大家的管不着 为此两个儿媳面和心不合 家里常常不得安生 老阿姨有些心寒 干脆家产也不分了 以后两个儿子 不管谁家 需要钱的时候 自己能帮就帮一点 手里的产业和积蓄 即使以后要留给儿子 也分给他们一部分 自己手里留下一大部分 这样一来 就算以后两家 都不愿伺候自己 自己拿着钱 去住养老院浅护工去 他们谁的气也不受 其实 这位阿姨的做法 是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 倘若把儿女是否能养老 当成一场赌博 筹码是自己的积蓄 那么这位阿姨的策略是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一部分钱拿出来留给子女 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父母给予他们援手 在感情上来说 是义不容辞的 这也维护了两代人之间的 亲情纽带 不至于闹得太僵 留出一部分给自己 那么即使以后赌输了 儿女养老不能如愿以偿 自己生病住院了 也可以用自己手里的钱来支付 不用花孩子们的 父母与子女间 金钱交易的真相 有一亲戚 老公早年去世了 自己和女儿相依为命 后来艰苦把女儿供了出来 女儿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自己也老了 一般来说 父母是不该住在女儿家的 但我这亲戚只有这一个女儿 而且身家也都给她了 自己晚年只能住在女儿家 平常生活中难免会有磕磕绊绊 女婿时不时还会表现出一些小情绪 露出不友好的脸色 我这亲戚也无可奈何 和我们谈起这些时 不难感受到她的心寒 人只要活着 就需要在物质上有一定的保障 处处离不开钱 所以你时刻都要有应对意外的能力 还有一个更扎心的真相 人到老了 手里没有钱 还会被子女当成是一个负担 是会被嫌弃的 以前 父母老后和孩子住在一个屋檐下 老人的衣食起居 都由孩子照顾 可现在 年轻人成家立业后 绝大多数都是自立门户 并不和父母住在一起 这时候 儿女在平时对父母的尽孝 就可能有点隔靴搔痒了 而当父母疾病缠身时 由于儿女都有工作在身 想要将身体不方便的父母照顾好 也显得力不同心 俗话说 久病窗前无孝子 这是人性 老人把自己的毕生积蓄都交给子女 其实这样的老人内心是缺乏安全感的 他们更像是在做一场赌博 赌自己的孩子 会在自己不能创造价值 需要像小孩一样被抚养时 能被儿女照顾好 这些老人和子女的新家庭生活在一起后 虽然膝下不再孤独冷清 但也有看子女脸色的压力 有些父母很有魄力 认为孩子有给自己养老的责任 这是写在法律里的 难道不给他钱 还能让他轻老子睡马路不成 索性一分不给 把钱都攒在自己手里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十分不易 没有父母的援助 他们不得不靠自己辛苦拼搏 不仅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忽略了对父母的关注 而且对父母 心里也可能还会产生怨恨的想法 时间久了 难免会产生一些隔阂 老人虽然手里有了钱 但却少了儿女的陪伴 可能亲情就疏远了 所以到最后 希望各位通过这篇文章 选择好适合自己的处理方式 拥有一个完美的晚年生活 这篇文章说的很有道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的所有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别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制衡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